重塑林克荣光,我必不容辞 今天给大家带的就是我们先有方面的一个怎么去加点 首先呢,我们这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龙极公主 发现第一个说呢,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踩到坑了 龙极公主没有我们等一下第二个说的白鹤童子重要 一定要先点白鹤童子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白鹤童子 白鹤童子非常重要啊,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看到没有,它如果是达到圆满的话 它服用弹药次数会增加一 所以这一定一定一定要先保证它的圆满 然后再去点我们的龙极公主 大家一定不要像我这样 我现在点出来啊,我都不知道我比别人少吃多少颗弹药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其他先有的加点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些先有啊,我们要给它加点到31 啊,这个太白金星给它点到41是我这个点的有问题 大家一定不要这样点 把它们点到31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星魔任务 啊,也就是我们星魔节每一个这个破这里都是需要我们去把对应的先有升到一定等级 大家可以把自己已经开启的先魔任务 然后去把它这个对应先有给它升到对应等级 啊,然后之后呢,全堆我们的白鹤童子就好了 啊,因为我们能多吃一个弹药肯定是比少吃一个弹药来的划算的 啊,大家也不要怕就是拖累到我们打每日星魔啊,肯定不会这样的 因为呢,它第一个点呢,就是一定要我们到后期它才能完成这一串的任务 第二点呢,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任务呢 它就是不是单个先有的指定等级啊,它是先有的总等级 所以你一升到后期呢,基本上你就可以直接去打每日星魔了 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第一顺位呢,就是现有的星魔任务完成 第二顺位呢,就是白鹤童子 然后第三顺位呢,就是龙骑公主 啊,因为它浇灌的时间呢,就决定你的到法国产出 然后到法国又决定你的法则等级,是吧 法则等级又决定很多东西 当然啊,也有些小伙伴啊,会觉得我们修为可能更重要一点 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四个加修为类丹药经验加成的 啊,其他那些土纳就不是很重要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姜子牙 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饕天 就是它的117级 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雷震子 也是129级 然后就是我们最后的金渣 啊,这四个呢 它都是有修为类丹药加成的 啊,所以呢 我们把它放在第四顺位 啊,为什么不推荐大家把它放在第三顺位 就是说不点我们的龙骑公主 先去点这一些呢 啊,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它们这个解锁的时间呢 都是比较慢的 第一个呢,我们的那个姜子牙 都好像是我们后期才能解锁的 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 先点我们这个龙骑公主 这一点呢,啊,就是 个人对游戏的理解的不同 啊,这没什么好说的 啊,因为呢 它这个每个鲜游 它会赠送你一个古宝 所以呢,最好到最后 我们是全部要点满的 啊,所以说大家 嗯,根据前面四个顺位 点完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喜欢修为 还是喜欢PVP 然后去进行一个加点了 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宠祝林克荣光 我卑布荣词 大家下期见